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觉得我最着急 我们听完了这些东西 我为什么我建议你马上把所有的孩子接种之后 有一次这种异常反应的就诊经历一定要好学好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争取到一次鉴定机会的话 你可以在鉴定的过程当中 向鉴定专家说明这些情况 因为你看 刚才我听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两个诊断你都不带好 对不对 你没有机会的向那些诊断专家 我已经说过了 我说过了 我说过了 我跟你说了 每次我们所向鉴定专家提供的他列了几条 以这几条来作为论断来证明他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已经跟问他了 要他解释 他没有一个人回答我们 那是他做出这个诊断之后了吧 你找到他 我们面对面的时候啊 他做诊断的时候 那你不是说你没有参加这个诊断过程吗 是没有啊 我亲戚啊 我亲戚在那边 他跟他面对面啊 面对面的时候 他拿了这个一条条给我 亲戚听的时候 我亲戚就要跟他说 你这条你解释给我 你是什么东西 他没有任何解释 他只读完 留下这个书 就没事了 对 我说的是 因为这个是事后 不管怎么样 你是被动的 咱们不能主动的把这个孩子的这个发病的情况 咱们 你 因为你看 你这么去认定 你肯定你有你的证据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 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听了你这个事以后 如果简单的 我给你的建议的话 首先 我希望你一定要做一次这个鉴定 如果说第二个问题 没有条件鉴定的话 这个事儿 我们一块帮助你协调 不定当法 不应当让费用 这个 把这个路当中 那你还不是让 而且到我这个算了吗 我告诉你 卫生部就是来负责治病的 但是 卫生部一个病人的经费问题我们都解决不了 卫生部是提供服务 我们不是买单的服务 你明白吗 我们现在是争取给家长 给这些患者 争取更多的 这为什么现在搞医改啊 那过去大家都埋怨 说以为是卫生部怎么怎么样了 现在都经过医改都明白了吧 是吧 所以现在为什么国家搞医保呢 对不对啊 因为人家搞各种这样的救助呢 就是呢 所以我说 你千万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别因为自己的心情 把该做的事耽误了 所以我就说 我觉得咱们不应当放弃任何期望 是吧 如果有可能建立起这种 这个孩子现在的这个 这个后果和接种的这种关系 经过关系的话 是吧 那么好多东西就可以解决了 而且我觉得你按说 你完全应当能够讲错这个情况 你一直拥 咱们从昨天坚持过 咱们从昨天坚持过 我们从昨天坚持过 咱们从昨天坚持过 咱们从昨天坚持过 这个印象非常理硬的 我为什么不做这个事呢 我跟你说两个理由 我已经做了三年 我已经做了三年 我觉得第二条理由 我们共同想办法帮你 不把它作为一个障碍 那个还有时间 他最近就是这样的,平常待一天,如果胜利的话,在医院里要待两个月,两个月如果还算比较胜利的话,要在北京最少待一年半。 那你看,你列举的这些东西,你听我说完了,你听我说完了? 我没有时间,我只有跟我爱人两个,一方面要在孩子自己,还要在他生活,他只要活跃下去,我们要倒回来一点。 王剑,如果我把时间站在这上面,你要是单顾在你的身上,我可以告诉你,你要选择另外一条路的话,那单顾的就更大了。 因为你说实在,你这么做的话,那是走不通的路啊。 我知道,这孩子什么都争取不到,我知道,没胜。 你现在你要走这个路,你还能有希望这样? 我还是这样已经这样了,我还是那么漂亮的孩子,就是这个人这样。 你说,我还要去做这个梅子,咱们是不是说啊,在没有结论之前。 我现在就要求你,我现在就要求你解释我出的那两条。 解释得通?解释哪两条你说? 第一条。 你说你的那个什么说明书的问题? 那说明书是其中一条啊。 对吧,那我就说告知这是必须履行的程序。 谁没有按照这个程序,按照规定,告知你去找他吗? 我找谁? 谁给你接住的呀?就是他的责任单位? 责任单位? 我找不到,我真的找不到。 你们很会推吗?没关系的吗?他很会推的吗? 他推到这边,那边推那边去。 他当初我到九江市,卫生防疫战,这个机空中心,我叫他,马上给我招报,马上,马上给我招报江西省。 他的答复是,你这个属于卫山区,你先到卫山区会报。 让他分报到一层,让我们九江市,我们九江市在那边在江西省。 那么当时我在那边拍了桌子,他说,答应我,让我的面拍桌子,我马上帮你上报道。 但是你说在证断过程当中的问题,是吧? 我不知道我听他说什么。 你看咱们俩刚谈的是说,告知的问题。 我现在就是说,他的整个这一块,下面那一块。 当然,我也相信你的诚恳。 我也相信各位在家。 各位在家。 那个谁?王剑。 那个处长,你在这儿。 现在,王剑,我有这么个建议。 因为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 咱们再怎么说,于事无苦,这孩子,解救不了孩子的问题。 咱们能不能现在开始往前看。 现在,既然你看,我们这个几个部门的人都在这儿。 刘老师也在这儿。 你们省西风处的处长也在这儿。 我刚才说了,在这儿今天请你们来。 我是希望能够给你们找到一条,能解决问题的路。 咱们把这条路,路径,咱们给它弄清楚。 我弄清楚,咱们让我清楚。 那我们能不能走? 那是,我跟你说,我有十七困难,我告诉你。 你不拿我们帮助你。 我说,我没有时间,没有金钱。 我真的没有时间。 我还是,你看哈,我还是现在在一个厂里面。 你跟我说哈。 刘老师是搞这个的。 你们机工局的也在这儿。 部长也在这儿。 如果这个建议是不是就那么难? 是不是就做不了? 因为孩子进厂了? 我觉得不是。 孩子不用道提给我们。 对不对? 就你不进去就是了。 你把你的证据找权。 你证据找不权的话。 我们的,说实在的那个谁? 王健,我一直强上这个东西。 卫生行政部门是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 不是说我们是作对的。 是什么回事啊? 就是你们。 就是从打了假瘤疫苗以后。 整个全国上报的。 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说目前我所知道的公开信息。 就是说目前我所知道的公开信息。 就是广东的两亿。 假瘤疫苗。 导致大致患。 所以你的根本问题啊。 你还是。 你听我说嘛。 你说话我也不打断你。 对吧。 我说话你应该打断我。 我不是我打断你。 我是希望今天来的这个至少。 因为你们三个来了。 我希望能够。 我把这个时间利用好。 提点那个时日性的东西。 我跟他们说。 我说了。 我跟他们那个。 偶尔碰到的。 偶尔碰到的。 就是那个的。 对吧。 就是我名字写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 当然大家同名下来都是。 都是耐用。 你最新的材料在哪? 刚才把你说。 我没有。 这是我给大家帮的材料。 因为我相信啊。 我相信啊。 如果你们。 部里的真正严格按你们部里面来执行的话。 我的两极所有材料。 他都应该报到。 他里面找到卫生部。 所以我任何材料都没带。 但是我没有带。 因为他会报。 他答应我。 承诺我。 我上报卫生部。 我是假留一次定义。 不是。 假留放一次不良。 不良百亿定义。 如果你说这些东西。 到处要材料可以。 我。 从那里发科科生理发过来也行。 没问题。 假留一次定义。 你这儿的资料。 有啊。 那应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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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他们把这个。 我现在晚上的照片。 我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你给你查一下。 对啊。 他详细的资料都有。 详细的资料都全部有。 人不被看家。 就。 不是正式的。 因为我们是对监控。 找了一些信息。 得到他讲。 也就是说。 没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到北京来。 都住他们来。 一到北京来的话。 他们说。 要在北京来。 他们将决定不了。 我们要把负责抬到全部。 然后过来。 对吧。 但是你们就是卫生部要求。 一旦发现有不良反应。 尽快想法。 尽快。 而且要赶快。 要必须有那个。 你有实际的。 你当时全国人员承诺的。 你怎么没有呢? 没有啊。 没有啊。